夏季是蛮虫的活跃期 轻则引起毛孔粗大 皮肤粗糙 重则导致过敏 红疹 蛮虫的危害也超乎你的想象 但教你几个小方法 就能轻松除掉99%的蛮虫 1.被单 衣物除蛮被单 衣物除蛮的方法 大家都知道要高温清洗或者曝晒 但很少有人知道 只要在清洗衣服的时候加这么一个步骤 就能杀死被单 衣物上99%的蛮虫 这个步骤很简单 就是瓢洗衣服和床单的时候 把花露水倒进去瓢洗一会儿 只需要多花一分钟 衣服上的沉蛮就消失不见了 顶得上你曝晒几小时 还不伤衣物 2.枕头除蛮 如果说人体皮肤是蛮虫的餐桌 枕头就是蛮虫的温床 枕头并不能经常清洗 而且比较靠近人体 吸纳了不少人体的角质和皮屑 上面的蛮虫多达6万只 超乎你的想象 枕头除蛮 不需要清洗 只需要掌握这两个方法 蛮虫就能一前二进了 这个方法同样适用于所有不适合经常洗涤的东西 除了枕头 还有毛绒玩具 抱枕都适用哟 一 冰箱冷冻枕头 抱枕 毛绒玩具等用保鲜膜包起来 然后放入冰箱冷冻室中 冷冻6到24个小时 蛮虫的死亡率就能高达70%了 然后再拿出去晒一晒 就能百分百除去蛮虫了 二 黑色塑胶带曝晒有研究表明 曝晒只能杀死30%的蛮虫 特别是对于枕头这样比较厚重的家居物品 但只要能给枕头加个温 曝晒杀死蛮虫的效率就能大大增加了 给枕头套个黑色垃圾袋出去曝晒两小时 蛮虫就能都死光 这是因为黑色塑胶带能够吸收热量 套上黑色塑胶带 曝晒后枕头受热可能超过摄氏55度 只要5分钟就能杀死所有蛮虫了 所以快给家里的抱枕用这个方法晒一下吧 便捷又高效 三 凉席除蛮夏天到来了 凉席也成为了人们的最爱 不过凉席的缝隙里其实会集聚大量的蛮虫 一旦人体汗液让凉席变得潮湿 蛮虫就会大量繁殖 惊人吸血 轻害皮肤 引发皮肤炎症 如果去除凉席上的蛮虫呢 方法其实也不少 在凉席上喷点花露水 就能有效杀死凉席中的蛮虫了 除去用花露水 把凉席用熨斗高温烫一下 也能杀死里面的大多数蛮虫 熨斗需要把蒸汽大小和温度都调到最高 当然 曝晒也能解决问题 把凉席放在夏日的太阳下曝晒4到6小时 就能杀死60%的蛮虫 四 床垫除满枕头和床垫都是和皮肤接触最多的东西 床垫上也有很多的蛮虫 而且床垫太大了 既不方便高温晾晒 也不方便冻进冰箱里 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将吸尘器在床垫上吸一下 绕后均匀地撒上小苏打 过几小时后拍打干净即可 五 毛巾 除满家里的毛巾用久了 特别是经常湿漉漉挂在卫生间里阴干的话 蛮虫会多到你难以想象 去除毛巾上的蛮虫 也有几个小方法可以利用 效果特别好 一 毛巾洗干净后放入开水中 然后撒五克盐 浸泡五分钟后取出 然后用清水搓洗干净 放在阳光下晾晒 就能清除所有蛮虫 二 毛巾洗干净后放入开水中 然后在里面滴十毫升的白醋 浸泡五分钟后拿出晾干即可 想要家里没蛮虫 关键是要勤快地清洗 不过勤快也要讲方法 这些方法你掌握了吗